您这干的都是教授和工程师的活 您干这事不像小学文化干的事啊 我在想这肯定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应该会画图纸啊 设计啊 是吗 对 我有图纸 因为我做每个机器人的时候都要画很多图纸 其实这机器人最难的就是平衡问题 平衡问题它就是说这个 包括它的走路怎么迈步 总的来讲嘛 这机器人里边的 其实难题是很多的 因为你看咱们人走路的话 其实任何人很拔腿就走 一让机器人走路吧 它这里边很难很难的 你哪想不到位都不行 这都是您的图纸 每一次设计一个机器人 大概要画多少张图呢 那就是说我得画很多张图纸 因为我都不记得了 我家里边的图纸很多的 全部是你自己画 全部我自己画 但是在整个发明制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特别大的难题呢 难题肯定是有 就包括就是说现在这五老三这走路吧 尤其是它这个抬腿脉步这个是最难的 就是我在做它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就是说 涉及这个抬腿这块这动作的时候 我就跟神经病似的吧 我们家人就睡觉了吧 到半夜 因为我一般的灵感吧 在夜里边可能就是容易发挥 我会爬起来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吧 会就转圈 他转圈 自己走 他自己走 但是走的同时不能逛走 因为我在 就是在想象着这个人的这个动作 就往那机器那块上 我就是完全模仿人在设计 那这些都是已经有了经验的哈 我就想知道他们家老大是这么早来的 吴老大今天也来了 他是八年后 哦 八年后 这吴老大可能长得有点寒暂 这不应该也随我吗 就是比较粗糙了吧 因为他是1986年诞生的 今年他三十 儿力之年 对啊 三十啊 没错啊 这吴老大当时你设计 我觉得应该吃很多苦 当然没有任何的这个参照物哈 我在这个吴老大身上 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 做机器时候的想法 那我就在想 人为什么能用两条条走路 而且这个灵活性和协调性 都那么好 后来呢 就是说开始做这吴老大 做这吴老大 其实这个 当时我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而且那会儿我岁数也很小 所以说 这个吴老大是我花的心血 最多的一个 所以说就是 现在他外观 可能是不太好看 外观没问题 他辈分大 三十二还要教他哥 对啊 这是亲哥俩